以善甚恶的老罗斯福 老罗斯福在1901年担任美国第26任总统 并且在四年之后连任 当我们去读有关他的事迹时 很自然的会联想到一些属灵的教训 例如有一位作家很想拜访老罗斯福总统 目的是要收集资料写文章攻击他 老罗斯福总统知道了 就主动邀请这位作家一起吃顿饭 他预先借了几本这位作家所写的书 仔细阅读 到了那天老罗斯福总统一见面 就表示很赞赏这位作家的其中一本书 然后说你在那本书里所写的人物非常有趣 我希望能多了解一些他们的故事 于是那位作家就从那本书里的人物说起 一直说到自己的思想和生活 完全忘了要采访罗斯福总统 这位作家事后对别人说 就算有人用钱来贿赂我 我也不愿意写对老罗斯福总统不利的文章 老罗斯福真是做到了 你不可为恶所剩 反要以善胜恶 老罗斯福总统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念过书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学一首诗 预备要在众人面前背诵出来 其中有一句是当希腊 他的膝盖为了祈祷而跪下时 这句话他背来背去都背不顺 他的老师灵机一动 想到英文里的希腊Grace和润滑油Grace 发音相同 于是就对他说 罗斯福啊 如果你在膝盖上多加点润滑油 就会划过去了 他老师的这句话让我们联想到 在新约圣经里面 有许多关于祷告的教训 比方说 《贴萨罗尼加前书》五章十七节写着 要我们不住地祷告 常常跪着祷告的信徒 是需要在膝盖上加点润滑油 从鼠灵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祷告有时也会有滑不过去的感觉 好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在这个时候 圣灵就向润滑油 帮助我们滑过去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就这样写着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说真的 我们常常请许多人为我们祷告 却很少记得请圣灵来祷告 其实圣灵的祷告才是最有效的 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力的一位 他和父神是相通的 就像刚才的经文提到的 他为我们带祷 必定合乎父神的心意 也必定蒙神垂听 老罗斯福在担任总统期间 有一项与众不同的习惯 就是当他用口述 由秘书帮他打好信 给他签名的时候 他总会在信上修改一两个字 他的秘书最初以为自己写得不好 所以就很小心谨慎地写每一封信 但是无论他的秘书多么小心地写 老罗斯福总统 还是会在每一封打好的信上修改一两字 而且还在修改的字旁边 写上他自己名字的缩写 表示是他修改的 有一天 他的秘书实在忍不住了 就去问他 是不是没有一封信令他满意 老罗斯福总统回答说 我不想让收信人误会 我的信全是秘书带写带打 寄出去的 而我只是签个名而已 所以我要修改一两字 加上我的名字的缩写 这样比较有亲切感 对老罗斯福总统的说辞 我们都会点头称事 我们看到在千篇一律的公函上 或者下方 有寄信者另外亲笔写的几个字 哪怕只是你进来好吗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我们都会得到安慰 因为知道对方在挂念我们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神造我们每个人 表面上都是千篇一律的 有头有脸 有五官 有身体 有四肢 不过 我们并不都是俊男美女 有的人感觉自己不够完美 就像老罗斯福总统的秘书 看到被修改过的信 会有点不舒服 但是没有想到 这正是这封信 让人觉得最珍贵的地方 如果我们是当年收到老罗斯福总统信函的人 我们很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他修改过的那几个字 感受到来自总统的关爱 才把那封信珍藏起来 而且说不定将来有一天 老罗斯福总统的字 世价一字千金呢 是的 我们应该为神造我们 造得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感谢神 而不是埋怨神 因为这正是神要我们知道 祂会特别眷顾我们的地方 就像诗人大卫向神说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座位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